中国大陆两会中的全国政协会议 3号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节目 由于大陆内外经济环绕众多不确定性 中共十八大也将与金丘交班 为让政权平稳交接 2012年经济提案主调仍是稳 包括阔内需保物价等 而全国人大会议也将在周一登场 大陆本次全国人大会议发言人李肇新 丝毫透露 2012年大陆国防预算为人民币6702.74亿元 比2011年预算执行数增加676.04亿元 成长11.2% 李肇新表示 为了适应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需要 大陆国防费的成长合理适度 日本为钓鱼台里与周围无人岛命名的举动 引起中共强烈不满 3号中共也大动作地公布钓鱼台 及其70个附属岛屿的中文名称 汉语拼音以及位置描述 用以反制和警告日本宣誓主权意味浓厚 作品曾被改编为电视剧 雍正王朝的大陆历史小说作家 同时也是人大代表的二月和 接受采访表示 日后可能无法推出新的长篇作品 二月和近年身体状况不佳 少有新作但他强调这并不代表封闭 随笔散文可能还会再做一些 新唐利亚特电视整理报道